命运听起来非常神秘 其实不过是一种自然规律而已 而易经所揭示的 正是宇宙人生一种潜在的自然规律 人各有志就是人各有命 那么如果我们学习并掌握了这种规律 是不是就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 把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呢 让我们继续跟随位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十二集 破解命运 人们常说 命运命运 就是命加运气 那么究竟什么是命呢 命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局限 什么叫运气呢 你看你心上就是一口气 这口气谁在运 你在运 你好好运 运得好就叫运气好 运不好就叫运气不好 那么每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会不同 是不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人 人各有志就是人各有命 现代科学已经可以预报天气了 那么现代科学是否可以预测人的命运呢 从你的运气里面可以事先知道你会不会得癌症 你哪年会死在什么癌症 都可以知道 当我们揭开命运神秘的面纱就可以发现 命运不过是一种自然规律而已 而易经所解释的正是宇宙人生中潜在的自然规律 那么如果我们了解并掌握了这种规律 是不是就可以把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呢 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易经的探索 易经的奥秘 第十二集 破解命运 易经可以用来算命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 因为只要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易经做不到的 那易经就不可能叫做广大经纬 它的包容性非常之广大 可以说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 当然可以算命 那算命算不算迷信呢 答案也非常简单 你懂得道理的人 你做什么都不叫迷信 不懂得道理的人 你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迷信 迷信是人的事情 不是那个对象迷不迷信 命是存在的 人一生下来就有命 如果连命都没有 那就叫没命 没命人就死了 人只要你活着 有一口气在 你就是有命 那命是什么呢 命这个字 你去看它 它就是一个口 一个令 从嘴巴讲出来的令 就叫命 所以人事实上都是接受命令的 问题是接受什么人的命令 这个比较重要 有人说我接受神的命令 那个叫教徒 有人说我接受我自己的命令 因为你的脑袋一动 你就下一个命令 给你的全身 你就有行动 这个就很科学 因此命看你怎么解释 我们都同意 因为见仁见智 我们都要尊重 但是我们今天最好的办法是 人有三种特性 一个叫做创造性 人一定有创造性 否则整个的文明 从何而来 人有自主性 所以每一个人各有主张 我们叫做什么 人性不同 各有不同的意志 你想怎么样 跟他想怎么样 不一定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人也有局限性 你的创造不可能是无限的 你看有很多人一生 想要发明个什么东西 最后一点成果都没有 多少科学家 想要突破 什么样的难题 最后没有效果 这个叫什么 局限性 所以命 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所能改变的很有限 你用这样比较理性的 来了解的话 你就不会那么情绪化 因为 我们很多人 听到命就认为这是命定 为什么命一定是命定呢 你自己创造也叫命定了 所以如果懂得易经了以后你就知道命它是有两部分的 一部分是人自己可控的部分 一部分是人自己控制不了的 叫做什么 叫做无可奈何 所以无可奈何就叫命 当你什么办法想进了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命啊 那就是命了 命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局限性 命运听起来似乎非常神秘 其实就像不同的地区 气候会不同一样 一个人身在不同的家庭 处在不同的时代 有着不同的性格 肯定会有不同的命运 那命是可以算出来的吗 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地认识所谓的算命呢 我们都知道 所有存在的东西 它都是可以计算的 你看几棵树你一算就知道了 几只羊一算也就知道了 那难道你的命是不能算的吗 当然可以算 但是你要算命之前 先要几个比较正确的观念 因为我发觉很多人到了七到八十 他对这方面的认知 还是相当的错误 第一个 你算命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最要紧 我有一个长辈 他是非常精通命理的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算命有没有原则 他说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原则 如果没有原则 那就表示这个人他是不负责任的 我说那你替人家算命你有什么原则呢 他说第一个 我会问他你今年归根啊 你年纪多大了 我说算命跟年纪有什么关系 他说当然有关系 如果这个人年纪很大了 我就问他 你这辈子的命运你自己都不知道吗 你都走过了 你还在问我 你是纯行考导我了 不算 我不跟你算 那如果这个人的年纪太轻 我就说 你是不是想依赖我呢 你要自己去发现你的命运才对啊 如果把你的一生都讲完了 会影响到你整个的心情 会想到你将来工作的意愿 所以我也不算 他不算 有命不算 不是无命可算 但是 当一个人进退为骨 左右为难 怎么样想一想不通的时候 他当带着很多的疑惑 来请我跟他算一算 我会接受 所以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当你一切很顺利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算呢 你就这样去走就好了 可是当你感觉到很为难 有重大的事情 你不敢做决定的时候 你去算一算又怎么样呢 好 对他接受的人 他就会问第二个问题 你来让我算命 是希望我算得准呢 还是希望我算得不准 如果那个人说 当然要准啊 我这个长辈跟我讲 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没有出息的人 你有什么出息 你一切都照命在走 你有什么出息 如果有人告诉我 我来算 但是我是希望你算不准 那这个人就了不起 因为他创造力很强 所以大家到底是想算得准 还是算不准 我想这就是你的整个人生的价值所在 大家有没有发现 凡是复仇命令的 大概一生的成绩都不会太高 凡是会创新的 凡是会不按照命令去走的 而又有很好的成果的 这都是伟大的人物 何况现在科学已经告诉我们 测是测不准的 你看气象台 他发布气象 经常测不准 测不准是正常的 还是不正常的 我们都要用科学的眼光来看 当一样东西是固定的 你一测就很准 当一样东西是变化的 是有生命的 你测的时候是测很准 但是测完了 它又开始在变化 那你就不准了 测不准是因为你的命有变化才测不准 测得准是因为他的命格不准没有变化 当然测得准 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 我几十年的观察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什么叫做命 命就是我们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 就叫命 我们现在讲人生规划 都讲后天的 我们复略了 有一个先天的 见人世 而听天命 这是两段 见人世 就是我后天的人生规划 我要尽量把它做好 但是最后 我能不能成功 要看后段 配合我先天的人生规划 它的程度到什么地步 你后天的规划 跟先天的规划 很吻合 那你达成 效果一定很好 如果你后天的规划 根本跟你先天的 天命是不一样的 那是徒劳无功的 这就是告诉我们 天命它就是一个人的规格 一个人的范围 你这辈子有这个范围 它这辈子有不同的范围 那就叫命 你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完全没有表现 那命也没有用 你有再大的表现 你也很难超过这个范围 我想这是比较实际的 命它为什么会存在 你从现实去了解 你看很多人 他每天一早起来 忙啊忙啊 忙到很晚 然后很累 睡着了 他很少动脑筋 一个人不动脑筋 又能够一天过一天 就是他完全照命在照 所以太过忙碌的人 你是没有什么创造 反正就是天天这样 一晃一年 一晃十年 二十年都没有改变 那你还有什么创造 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了 有的人他做完一件事情以后 他会检讨 然后下次绝不照这样去做 要知之心 要幼之心 要每次不停地改善 这个人创造力就很强 那他的命啊 你就很难去算他 因为你一算就错了 有的人是很听从先天的 有的人是很强调后天的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福西当年创造出八卦 是用来预报天气的 后来周文王发现 大自然的规律 和人类社会的规律 是相通的 于是就演化出了六十四卦 现在科学已经证明 天气的变化是可以预报的 那么现代科学 是否可以预知人的命运 人的命运又是否可以改变呢 今天的DNA 已经告诉我们 命是存在的 就是那么两条东西 我们中国人说 附今母血 然后安排你一生的规划 就叫天命 那个就叫天命 从你的DNA里面 可以事先知道 你会不会得癌症 你哪年会死在什么癌症 都可以知道 那就表示 命是可以算的 那我先请问你 你要不要算 我问你这样就好了 如果算出来 你还剩下三年 那你怎么办 我不晓得你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知道他会算 但是他不算 他根本就不要算 我不去算 我每天都有希望 我算了以后 我就没有希望 其实算命算到最后 你会发现 一句好就讲完了 你再怎么努力 最后都是死路一条 那本来就这样 那本来就这样 这是人的共同的命 人有共同的命 也有个别的命 但是所有个别的命 都不能逃过这个共同的命 其实我告诉各位 人生最有趣的 就是你知道 你到头来是会死的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这样人生才有趣 现在算出来 你70岁那一年 你会死亡癌症 你死的时候 孤零零的只有你一个人 那你从此这个人生 很乏味 很难过 我有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 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去算命 算到他能活70岁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说 我长寿啊 我这人生值啊 可是这几年 他越来又闷闷不乐 晚上也睡不着 为什么他告诉我 我今年70岁了 猴手没有几天了 那我要怎么办呢 我是等死呢 还是干脆自己了断算啊 我把这个情况 让各位自己去选择 你到底要走哪条路 我希望各位了解 知道我们学了《易经》以后 我们知道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十六卦 三十二卦 六十四卦 这叫做人生 这句话是什么 人生摆在你面前的 永远有两条路 永远有两条路 一条叫生门 一条叫死门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面前一定有一条活路 一定有一条死路 所以你的命运 是你自己选择出来的 它不是固定的 很多人一听到命运 就想到命定论 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因为命定论根本是不存在的 命定论怎么会存在呢 在座如果哪一位 你是相信命定论的 那你什么事都不要做 你就躺在床上就好了吗 我命中有一个亿 躺躺躺的有一个亿 我干嘛去工作 我命中会当宅相 躺躺躺就当宅相 它根本是不存在 那都是瞎说的 世界上没有命定论这个东西 没有 而命运也不完全是你创造的 你去创造看看 你机会是有限的 资源是有限的 寿命是有限的 能力也是有限的 样样都有限 你怎么去创造 你这样就很清楚了 所以一句话就讲完了 我们一生的努力就是在证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命 人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你不努力你就不知道你的命是什么 你努力的半天也不过是知道你的命是什么而已 你看孔子就好了 孔子的命就是当代不受重用 就是当代命 孔子很想当官的 他为什么不想当官 他甚至说你只要交给我三年 我跟你治理得好好的 没有利用他 所以最后他很愉快就是他知道这是我的命 一个人知道这是我的命的时候 他就问心无愧了 孔子的命是要给后世人做万事实表 而不是给当代的人做自事的人臣 不是 孔子他说 父儿可求也 属于执鞭之事 无意 无一致 他说如果有人告诉我 我能够发财 我有发财的命 就算我再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都会去做 那孔子是否定命吗 他不是否定命 他是说 我会相信 但是我不会完全相信 这才是孔子的态度 我希望各位从现在开始 你要记住 你相信 这也很危险 你不相信还是很危险 因为世界上不是那么简单 让你相信或者不相信 欲经的态度是站在不相信的立场来相信 或者站在相信的立场来不相信 他的阴阳不能够分开 凡是说我相信命运的 那就是 有阳无阴 那阴跑到哪里去 凡是相信我不相信命运的 那是有阴 无阳 那阳到哪里去 他阴阳同时存在就是 他容不得你相信 也容不得你不相信 你去做 你就知道了 做做做做到最后 哎呀 原来我这辈子是来做乞丐的 心安理的 有什么关系 所以孔子经常讲 死也命也 他一点不消极 人 身逢其死 比你怎么努力都要紧 身不逢死 你有再大的才能 只有欲欲与终 因为他不容许 就发挥一把 命还要跟死 就是配合起来 你是个创造的命 你要那个时代是容许你创造的 否则的话 你是跟自己过不去的 你是个很守法 很保守的人 也要看那个时代 是不是很重视 规矩 如果不送治的话 你也是吃亏的 那就是任何事物 都会同时存在两个方面 因为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而且阴阳是相互变化的 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去的情 古人常常会说 人的一生会怎样 主要是看 一命 二运 三风水 四季德 五读书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我下面就要跟各位再谈一遍 是我们中国人普遍都很了解 但是都有一点扭曲的东西 叫做什么 一命 二运 三风水 四季德 五读书 很多人就解释说 一命就是命最重要 其实我不觉得是这样 你也可以从下面看起 五读书 可能读书最重要 不是排在前面的永远是最重要 没有这回事 你可以说读书最重要 我只要读书 我什么都不要管 为什么不可以 要不然现在为什么叫知识时代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所讲的知识时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现代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读书 现在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读书 我请问各位什么叫读书 读书不是你读了多少书 那个有什么用的 读书是为了名理 如果读了半天不名理 那读书有什么用 你看古代人一辈子没有读几本书 可是他一辈子过得好好了 为什么他明白道理 现在人读的比古来人多的不小多少倍 可是人情世故是完全不懂的 读书不是为了读书 读书那两个字 最好是解释成名理 你看我明白道理 明白什么道理 明白义经的道理 为什么一定要义经 很简单 因为义经是自然 义经不是人为的 义经很少加上人为的东西在里面 很少 一切按照自然的规律 心安理得 你看植物有没有读书 没有 动物有没有读书 没有 人家活一辈子活得好好了 你用不着算命 我们明白道理 我们按照自然的规律去走 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那我还算什么命 但是没有人有这个把握 没有人 因为穷一生之力 你想把道理搞清楚 都不太可能 就是人很可怜的局限性 生业有牙 而知识是无牙的 哪怕你从小就很用功 就很认真 你穷必胜之力 想把道理感通 都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怎么样 就退而求其次 就用基因得来补 基因得是为了补我 认识道理是不足 我按照道理去走 可是我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 为什么 因为我道理是真的还假的懂 因为人没有去做的时候 他说讲得头头是刀 一旦做下去就开始怀疑了 到底对还是错 这时候 你就要靠你心里健全 说像我这么 从来不害人的人 老天一定会保佑我吧 老天保佑谁 你看我们很快就跟天连在一起 天就是自然 天不是神 基因得 不能做主 只能帮助你 按照道理去走 收过有一点点闪失的话 他会从旁补助一点 这个可以 要完全靠他 是靠不住的 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品德到底是好还是坏 因为只要我们冷静想想 我们经常犯一个毛病 叫做好心做坏事 我们经常好心但是做了很多坏事 你说存心死坏的人毕竟很少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很冤枉 很冤枉 我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你不了解 你就算好好好 你已经种下很多恶的因 不知不觉当中 做了很多坏事 怎么办 所以不得已退而绝集之 用风水来弥补 说到风水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论的话题 有的人说 风水是一种迷信 也有的人说 风水是一门科学 那么究竟什么是风水 风水到底是一种迷信 还是一门科学呢 风水算不算迷信 我可以告诉各位 现在英文字顶里面最新的字 就叫风水 就叫风水 因为他们知道 风水是没有办法翻成英文的 没有办法 我相信现在以后 会有很多的英文 是从中文直接翻过去的 因为他不敢翻 他不知道这叫什么翻成英文 这是个开始而已 直接就叫风水 因为他本来就是科学 你看在北京最清楚 我为什么南北的走向 我们拉得很正 不会歪歪歇歇的 不会 可是你到南翻去看 南翻多半会斜一点 故意斜一点 他不敢正 他不敢正 这都有道理 我们中国人盖方子 先设计里面 不会设计外面 先把里面方方正正做好 然后才设计外面 因为我们人也是个磁场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最好是南北向 因为地球它是南北向的 你因为南北向 它就不会在里面跟你扯了下去 这不科学吗 这有什么不科学呢 科学是规矩 不懂的人 他乱搞 当然叫迷信 实际上风水 它是实在存在 而且是很科学的东西 有待我们大家去开发 但是风水 千万记住 风水是存在的 但是非常不可靠 你说它非常不可靠 就为什么 辅地辅人居 只要你有辅职人 你住哪里 风水哪里 一定不合得没有 一定不合得没有 那这样怎么办 按照道理 你没有把握 基因德也没有把握 找到风水不一定发 最后只有靠运气 什么叫运气 你看你身上就是一口气而已 这口气谁在运 你在运 你好好运 运得好就叫运气好 运不好就叫运气不好 这个简单道理 你会不会向我去求呢 一个人就是你呼吸懂不懂的 你懂得呼吸你就知道怎么运气 老实讲最可怜是呼吸到这里 这叫胸式呼吸完了 你最讨论是呼吸 你最讨论还能向你渐气 那你要练习 你要去运 上下都通了 血脉一通 身体就好 身体一好 你的着仗的能力就强 你的意志力就很坚决 你这种开脱的创造的精神就可以发挥 那当然运气好 运气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相当于每一个挂的一个窑 每一个挂的一个窑就代表你在这个阶段的运气怎么样 但是你要看整体的挂像是什么 所以还是要看命 最后还是要看命 你有没有这个命 没有这个命 你强求最后是拿身体性命来换 那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不义之财不要得 其实我看这些东西看太多了 你看家里本来很穷 但是大家身体都很健康 突然间都市计划一改变 本来是农地的 现在盖都市地的 可以盖房子的 而且划定为金融区 那不得了啊 一下就跪了 然后你的子弟要不要做事情 不要做事情 你就把地卖掉了 你的钱用不完了 一夜之间暴富的人 他是不知道要怎么面对现实的人 那就开始喝酒 赌博 什么都来啊 最后不到两年 一命乌乎 没了 就是你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利 你突然间得到了 不是引由你自己一点一滴 去累积起来的财富 你是守不住的 我想这是自然规律 其实揭开算命神秘的面上 无论是风水还是命运 都是一种客观规律 而易经所揭示的 正是宇宙人生所潜在的 这种共同的客观规律 那么如果我们了解 并掌握了这种规律 是不是就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 把自己的命运 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了呢 每一个人这辈子来 是要做不同的事情 是要叫做人各有命 如果人类所有的人 都是来做同样的事情 好不好 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人要安分 要守己 你不安分 最后是自己倒霉 而弄得家里头也不安宁 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人 集合起来 彼此帮忙 彼此资源 大家好好善良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组织 每个人都担头 这个社会乱掉 每个人都不担头 这个社会也完蛋了 所以 人各有志就是人各有命 同样的意思 那你就知道 你的命运就是你的意志 所创造出来的 因此我们建议大家 不要认命 一定要照命 人生的价值就在照命 但是不要勉强 千万记住不要勉强 不要过分 一过分害了自己 也害了家人 更爱害了朋友 现在很多人就是过分 过分的结果 是害人害急 但是不急呢 不急呢就是 自暴自弃 所以孔子才提出 最好的途径 你不要去管 你的命怎么样 你看孔子告诉我们 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他所谓的喜欢是有先决条件 就是震荡的事情 你才可以喜欢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 只要我喜欢 为什么可以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把它选择震荡的事情里面 你选你喜欢的 它是有一个先后 任何年轻人 要找自己的工作 先把社会上震荡的东西 摆在一起 不震荡的根本就不要考虑 然后从这些震荡的选项里面 去找你喜欢的 你要做你喜欢的 而不是说赚钱多的 所以孔子就提出 从无所好 我喜欢做的 我有乐趣 我精精力去做 做到最后证明我是成功的 我就很高兴 证明最后我是失败的 我也很高兴 人生只求四个字 问心无愧 所以当你把事情都弄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要不要算命 你该不要算命 如果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要怎么样去走出自己的人生 我想这次郁经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建议 中国人用家庭来做你一生奋斗的基础 而不是用你个人 西方是用个人 中国人是用家庭 因为郁经本身就讲的就是一个大家庭 因此我们下一个单元就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什么是郁经大家庭 谢谢大家 曾世强教授指出 郁经本身是一个大家庭 中国人用天地来代表父母 其他的六个话 有三个是男的 三个是女的 俗话说 家和万事幸福 那么郁经能否告诉我们 该如何对待婚姻 又应该如何教育孩子呢 让我们继续跟随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一起来探索 易经的奥秘 第十三期 易经与家庭